叶培老师是我的前辈 好 我小时候就听她的歌 这么茁壮成长 何瞭不得了 这么茁壮 两个年代 一个是白衣飘飘的年代 还有一个是纯真的年代 叶培老师呢 他是学院派 他是一个艺术的硕士 他民谣不是唱我们村的民谣 他唱的也是清华的民谣 这个歌的话 我看叶培老师 对每一个音符的处理 我觉得都有他自己 独到的理解 你唱歌 确实比说话要好一些 你说话比唱歌还好呢 那是压力三大 你也没听过我唱歌 那你唱一个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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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唱歌很紧张 我就不唱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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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